跟她在一起,她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做法 就让我感觉特别不踏实 然后她爸妈可能看不上我吧 我总是看不到我们之间的未来 好,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 小鱼,23岁,目前是一位学生 孙蓉,27岁,是一个教育机构的老师 欢迎两位 刚才VCR里面也说到 小鱼和孙蓉是一对恋人 大家拍拖就年半时间 目前已经跟她在一起了 刚才小鱼就说 觉得孙蓉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 我想问一下究竟是有什么不切实际的想法呢 就是她之前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 是在一个教育机构里面 后面她前段时间突然就把这份工作给辞了 然后也没有跟我商量 现在每天在家就是 不务正业那种就整天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颓废的感觉 那你为什么突然间辞了工作 我是觉得之前那份工作 虽然说看起来很神圣 也是老师 但是我觉得每个月做的都是同样的 上了同样的课 反反复复 没有任何的挑战性 我这个人喜欢向高难度挑战 追求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高收入 然后又又对于你来说很有趣的工作呢 回想起我以前读书时候 我是参加那个话剧团 后面就表演一些喜剧让在场的观众 都特别多的掌声嘻嘻哈哈 我就觉得我这个方面可以发展一下 就想尝试走一下网红这条路 可是你可以把它当成兴趣 你不该把它当成事业啊 那我觉得我在这个方面有优势 为什么我不能把我喜欢的东西 你有什么优势呢 你现在天天想就想做网红梦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算龙 你觉得就是你的优势在哪 虽然我知道我自己不帅 但是 本来就不帅啊 怎么做网红啊 我在大学的一些对社团的一些表演 我发现那些观众都挺认可我啊 而且我在录的时候 我也认识了一些网红 我偶尔也给他们就拍一下那些短视频 你看 就这个表情十几万点赞啊 你还别以为 能再重现一下 刚刚那个十几万的点赞 是那个网红有十几万点赞 不是你有十几万点赞 那也证明观众对我的口味也挺重的嘛 蒜蓉是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辞职了 那你为此做过什么努力呢 没有 他一整天在家刷抖音 然后每天晚上熬夜到三四点才睡觉 第二天睡到十二点 然后他一直跟我说要做网红 我没看到他任何努力 他说的是事实 但真相是什么呢 我要通过看抖音啊 追剧啊电影啊那些 来看那些演员是怎么表演的 还有编剧他的思维套路是怎样的 我才能琢磨透学习吸收 然后小话 我才能更好的呈现给观众看啊 如果这样的想法那那些天天追剧的诗奶 不都是表演艺术家咯 但是像你这样子的话我们要生活啊 你这样子没收入怎么办呢 而且毕业中我还要考研究生 你这样子以后我们怎么办呢 而且家里人也不同意我 方法总比问题多的嘛 你想一下你现在有一份固定的兼职 星期六日 然后我这边偶尔帮那些网红拍拍短视频 他们也会给一点点报酬给我 星期六日我去做一些家教信 毕竟我是师范专业的嘛 你觉得这么长久下去行吗 你觉得不行是因为你看不到 以后我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用我的努力 一直在提升自己 只是你感受不到而已 我看不到哦 我只是看到你在刷剧 控制一下情绪哦 二位上来不是在吵架的啊 为什么小如这么担心 就是觉得两个人的生活 面包都没保障 你就 就是 就是去追求你的所谓的理想 因为 我觉得 我以我的能力 以我的智慧 那你现在有赚到钱吗 就是有因为 有说这些视频啊 比较不太稳定的收入吧 不是特别不稳定 不是比较不稳定 然后现在赚了多少钱 就几千块以下吧 一个月 能支撑你们的日常生活吗 呃 就勉强可以 你的家庭环境能支持你这样做吗 我全家都不支持 包括 他都不支持我的 但是 全家都反对 就是 人嘛 我都二十几岁了 如果我再不拼一下趁青春 那 我老的时候 我会不会觉得 我为什么当初不拼一下 哪怕我失败了 我也没有这个遗憾 但是小如现在特别焦虑 我想问一下你的焦虑感来自哪里了 我是在外面租房住的嘛 然后他就说 为了节约那个房租 就让我回他家住 回去之后呢 就感觉他爸妈就是 做了事情 就感觉他对我特别不满意 然后也就是看不上我的感觉 看不上你 对 你父母有看不上他吗 因为他是朝上那边的 他觉得我不是本地人 我看他平时在外面租房子 也没有一口汤 我就带他来我家多喝汤 然后呢 就 就让他顺便见一下我父母 什么的 我父母一开始觉得他就是 挺纯的 人也挺好 挺不错的 那你父母有嫌隙或他是外地人吗 一些 距离上的偏见 就是他 他远 他觉得麻烦 你知道他们老妈有多搞笑 他说 如果和我结婚的话 以后 我娘家那边的人 偶尔来探亲一下 他会觉得 要帮他们安排住的地方 什么什么好麻烦 而且 偶尔去一两次 他都说觉得好麻烦 说来说去就是他想 他想要就是说本地的 他就想方便 就算他吵架了 很快也追回来 就不用追去 就是很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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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搬到家里以后 相处愉快吗 搬来之后一开始是很 大家都比较融洽的 后面呢 他经常刷那段视频啊 然后就 就中了那些毒一样 所谓的女权价值观 然后就 女权价值观 植入到他身上 好比如说就是 如果他爱你的话 你就要把你最差的一面 最坏的脾气展现给他看 难道不是吗 他展现了怎么样的糟糕的一面 去考验你吗 好比如说就在我家 摔东西 破口大骂 你也摔东西 你也破口大骂 还说我 你也是啊 但我没有你那么严重 他是在你家住 还敢在你家摔东西 摔东西破口大骂 两毛一毛 他慢慢就是看不上我 我们第一次约会 就是在一起第一次约会 他比较少也过来 他比较少就把他拉到一边去 他就说 让他跟我分开 说我们家太穷了 什么 他说我爸妈又没有做生意什么的 所以就是说 让他跟我分开 那 那我说没有 之后他还跟你在那里挤眼色 我都看到了 你爸妈有这样的想法吗 很好 我对他就是没有这方面的 顾虑 你父母有吗 我父母的话 他也没有 没有说因为有 而对他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就虽然有顾虑 但是还是接纳他 对 你们俩吵架吵成那样 老人家还能接纳他吗 所以后面就觉得 对他的印象变得越来越多 没有 我来说说他爸妈是什么样子 就比如我 像我去 进去厨房 想帮忙洗碗 然后我把那个碗洗干净之后 他会觉得 我洗不干净 然后再去洗 两遍 我就觉得我 我就很生气 那是不是你真的洗 没洗干净 我没有没洗干净 你问他 他把这件事告诉他表扫 然后他表扫就说 那你就去 让你女朋友 按照你老妈说 要怎么洗 用什么水洗 要什么程序洗 让你女朋友说 按照你老妈这样子去洗 然后我就 我就 他就回来这样要求 我就觉得好生气 我说 如果我干活 我还要按照他的方式洗 然后那天 你是在他的家呀 那我要来干活 我自己洗我 我还要去按照他的方式洗吗 然后那天晚上 半夜就是因为这样 这个事吵架 然后就 那为什么 这是你的标准啊 你是怎么了 我没有个性吗 我自己是 除了父母这方面的压力 还遇到什么相处方面的难题吗 就是 我觉得他之前 没找到监职之前 我是经济压力是 比较大的 因为 因为他 他这边要养 家里也要养 两边都要养 整个家都靠我一个人称 因为你们家经济条件 也并不是特别好 所以父母也担心说 如果娶个经济条件更不好的女孩子 会影响生活质量 对 那你为什么 就是不上镜一点啊 我有上镜啊 我每天都在追剧 每天都在看 抖音玩游戏这样就上镜了 你好牛 这也是一种学习方式 学习个屁 你先听我说完行吗 你别说我不想听 你们要不说一点愉快一点了吧 我就是真的 就看你哭我也挺心疼 第一次到决戏 就吃了一个7块钱的肠粉 我是想管你他的身材 其实我身材我拿你身材 好啦 你身材有什么量吗 两个股 家财有点靠过50 5分钟 太前面了 不要人开 广告回来 看省钱男友迷之操作 你们要不说一点愉快一点了吧 就是真的 就看你哭我也挺心疼的 有没有约会的愉快的经验 比如说第一次约会 他带你去哪吃饭啊 所以这个我就生气 哎呦生气 第一次约会很生气 他就是他 他爸妈就是很节省的人 然后 有一次他 爸爸就是 他们存在那个厕所里的水 等一下第一次约会 怎么跟他爸妈有关系 这个也有关系 就是他存那个水 然后他很节约嘛 那个洗菜洗米 那些水都会放在那个桶里面 然后就 他那个气味都很重 就是很臭都发臭 我就觉得好恶心 我就把他给倒了 我还把那个桶洗干净了 然后他爸爸就很生气说 发臭气说 我浪费水 倒掉他的水 然后他 他比他爸妈 就是更节约 更口 他第一次带我去议会 真的 第一次带我去议会 就吃了一个7块钱的肠粉 第一次约会 为什么只吃个7块钱的肠粉 因为我们 约会的重点不是在聊 所以我就觉得 哎 先把 吃了随随便便搞定 然后直接 随随便便 就直接逛街嘛 直接进去 主题是什么 主题是我们去逛街 什么的嘛 他只逛不买 只逛不买 我想进去买衣服 然后走来去吃饭了 然后一看 7块钱的肠粉 没有没有 吃完饭再过去逛的嘛 那 有买东西吗 我想要吃一点小吃累的 我说我想吃这个 烤串什么 别吃了 刚才吃肠粉了 饱了 我是想管理她的身材 管理她身材很好啊 七星我身材我哪里不好啦 我想问一下啊 她第一次约会给你这么不好的印象 又是7块钱的肠粉 而且还是window shopping 那 你还能跟她 约会下去吗 对啊 刚才是觉得 这个男生好call啊 在相组看看吧 应该会 可能 不一样 就这样子 就你觉得她可能是在考验你 对 对 所以虽然你心里不还 因为她是作弹 好 穷的 我是觉得 为什么逛街 你是真的穷还是假穷 不是 我是这个人啊 就是经历过 小时候就 我爸曾经是个老板 是运输公司的 然后后面就倒闭了 就经历过 就曾经服务 我都有过 然后就落魄过 但你call的太严重啦 你节日的时候送我什么东西 你还记得吗 什么节日 什么节日 我生日的时候 我一部眼镜 然后呢 那个度数超级高 我带进去 都是发昏的 我说 这是多少度 她说600度 没有 没有 你说300度 我上平时系 300度啊 十多块钱 但是 但是我送了 她在夏天 夏天送我一件大名 我真的超级的 也是生日礼物 你生日送了两个 两个礼物啊 加起来 有没有超过50 50块钱 那件衣服 已经50多了 给她的时候已经下了 那你情人节也没有送礼物 别人送到的是花 小哥的 还有圣诞节 我看外面 那个氛围超级浪漫 有女生有收到花 抱着花 抱着草莓 她还有圣诞节送花的 不行啊 清兵才送花的 我的天 你搞错了吧 这个花的问题 我想先举个例子 为什么 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女生 标配都是粉红色 很多人都觉得 粉红色就应该是 女生专属的颜色 但是这都是现在的 社会习惯导致的 那粉红色是怎么来的 以前呢 孔子耶稣诞生的时候 都是穿着粉红色的衣服的 1940年之后 商家为了 卖出她的那些 粉红色的商业 那我说到话 我明白了 她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种消费陷阱 对 你不要上当 商业行为 为什么我们要遵循她的 商业行为 在于我们的爱情观 我就是很简单的想要花 你把它扯到消费陷阱 关我什么事情啊 我想问一下 那怪我啊 在你眼中跟她相处那么憋屈 跟她家里人 她家里人又对你那么有偏见 她又那么抠 你为什么还要跟她再快啊 就是她还有对我好的地方 对啊 比如呢 等一下 比如呢 就是她 冬天的时候 早上会起来做 早上会起来做炒菜 嗯 嗯 那么我们已经基本听完了 两位的这个基本矛盾 一对小情侣呢 本来是拍拖一年半 应该是很甜蜜和热恋的时光 但是因为她们同居在一起 就发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矛盾 然后吵得不可开交 那么我们的四位导师 想想怎么帮助她们 你并不很爱我 我觉得 你一个都搞不定 你还搞两个 你死定了 但是真的 我内心 打心里 就觉得你们俩 真的是不合适 没有 但是这个我 也不太同意 广告发来 看情感导师 直击痛点 化解宽告 那么我们的四位导师 想想怎么帮助她们 来 王老师您看一下 她有那个做演员的潜质吗 她有红的潜质 我觉得 这个 谁都可以做 我觉得 完全还没有做过专业的训练 那时候是 不用 我好多很好的演员 并没有经过专业的段 有这个兴趣 让她自己碰到一鼻子 回来再说 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没什么不可以 情侣之间或者伴侣之间吵架 男人是必输的地方 但是我非常不理解 你为什么在台上 处处要去解释 处处要去对抗 赢也是输 输也是输 所以你真的是很直男的 你知道吗 你居然可以跟女孩子说 孔子讲耶稣 还能追到女朋友 我觉得这个事情在现代 已经很不可思议了 你知道吗 我觉得 两个人很大的差别在于 小如是很认真的 对待这个感情 但是 孙荣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小孩子 所以你想清楚 你的梦想与你的现实之间 是有一个平衡存在的 你要搞定你的现实的东西 才能去追你的梦想 另外一个 就是你家庭的关系里面 你捉虫了 一山不能藏二虎 明白吗 你现在把两个老虎养在一起 你搞不定 你一个都搞不定 你还搞两个 你死定了 刚才提到两件事情 你都没有想好后果 你就去做了 这个我支持你去做 但前提是 我希望你在 你追求梦想的时候 先把现实平衡一下 就是你现在做的那个稳定的 原来做那个稳定的工作 其实可以继续下去 也不影响你追求梦想 否则的话 你可能就 很难挽留小如了 然后另外我这边跟涮庸说一下 您知道吗 我们出去谈项目 第一考虑的不是项目本身 是看人 你对面这个女人小如 她担心的不是你去做网红这个职业 而是她认为你这个人不靠谱 然后很多人在谈梦想的时候 我们都是跟旁人说 那个想法有多高大上 她的愿景是有多好 但是 身旁的人 焦虑的人 我焦虑的 源于的是不幸的结果 所以 你得要告诉她的就是 您的那个愿景 您的那个梦想 的下限 就是最差的结果 是怎么样 我觉得 你现在有一种心态 有点像那句话叫做 别人笑我太疯癫 我笑他人看不穿 有一点那种那种浪漫主义的感觉 但是 我真的觉得 这个年龄段的单身狗 比较适合去追梦 有一个跟自己不调不一致的女朋友的话 这方面 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但是真的我内心 打打心里就觉得 你们俩 真的是不合适 真的作为一个女生的话 你有一点是 做错了一步 就是真的住到她的家里面 好了 那么既然已经住进去了 这个真的我要恭喜二位 你们提前进入了 一个已婚男女 要面对的婆媳的问题 这个太经典了 你们能够提前在未婚的时候经历 还有退路 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 你也可以预判到 这个男人 你真的跟他结了婚 如果 跟他家里人 有什么矛盾冲突的话 他是只会躲的 我跟你说 我可以想象到 他只会躲的 他是 不懂得怎么样去处理 所以呢 提前给你上一课 如果是这样的 情况下 其实可以潇洒一点转身吗 为什么要逼一个 自己 觉得 看不到未来的对象 变成自己想象的模样呢 对自己也是一种尊重 对对方也是一种 放手 我感觉就是 第一 就是 他是我第一个男朋友 就是感觉 就是自己投入太多 就是感觉有点 就是离开 第一个男朋友 往往就是用来上课和怀念的呀 但是感觉有点 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有点不甘心的感觉 你可以找到更好 你相信自己有能力找到更好的话 没有 但是这个我 我不太同意 我个人认为小如 目前这个状况 我认为 任何一个男性 对于你来说 都未必是理想的 因为每个人 我刚刚说了 每种选择都是一种取舍 肯定有好有不好的 你不能又 容不下他不好的那一面 我相反我会看到 这个男人适合你怎么呢 您看您的那个性质 其实您说是他逼的 我承认 但是 但是他也瘦下来了 他也那个承受下来了 那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小如 你最大的一个问题 你慢慢开始的是要成长你自己 而不是要求别人怎么样 如果他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我告诉你 他要怎么成长呢 最好的方式 就要让他体验挫折 你说的很对我差距 你说的经典 要有挫折 要有失败 这个男人成长 另外要把他拉 从他母亲的怀里拉走 他妈妈太爱他了 我比较直 态度也比较明朗 我比较同情那个男的 真的 第一个 他放弃自己的工作 去搞 搞什么 网红 网红 我跟你说 我虽然是个女的 我跟你一样不安分 另外呢 我要说那个女的 你有本事 你不要去住在人家呢 对吧 再穷再苦 建个小房间 哪怕只能放一张床 一张桌子 我都要 我觉得做人就是这样 你才会愉快 你才会觉得自己有价值 你们也知道离国几次婚 我没有问要男的一样东西 我现在有依赖你吗 没有了 那偶尔也会需要 偶尔多少你说 那 那你 你要想一下之前 九月份 真的都 花了花了六k了 那 就除了那一次 我们在一起 就除了那一次 你念了几次了 我觉得这种都不要太算计 太清楚了 但是我觉得他 你记得特别清楚 我真的 我感觉不值一提 我的付出在他面前 你太扣了 他对你扣 他对自己扣不扣 就如果他对自己 一样的 那老师你这么说就是 女朋友老师 不应该花男朋友的钱了 他愿意给你钱 不是 你就拿 但是他 拿不出来 你还要为人家拿 但是他主动是不可能 他一毛不拔的那种 那你是不爱他吗 你并不很爱他 我觉得 深爱一个人的话 太不计较 可能你没有经过真正的爱 真的 OK 那好了 听完我们四位情感 导师的分析和建议之后 此时此刻 两位 小鱼和孙蓉 有什么话 跟对方说呢 我听完导师的话 就是说 女孩子要自立什么的 就是我做出的最大的错 就是做到你家里去 我其实之前都有跟你讲过 导师说过的那些话 但是还是被你一步一步 就是这样子 让我住进去了 你要做完 可以 但是你能不能给自己 做个规划 你一步一步 就是脚踏实地的 这样子去做 不要每次让我看到 你都是打游戏 可不可以 做不做得到 我可以 但是我 意思 我没有做规划的原因 是我 他要的是一个答案 你不要再解释 可以 还是不可以 可以 你有什么想跟他说的 我想说的是 其实 我发现 我一直 对你 付出 换回来的是 你每一次 对我的怨恨 辱骂 还有 毆打 我有时候 我觉得真的很苦 有时候 我震荡防卫 不小心碰到他 他又说我打伤他 要我对不起 我真的 有时候 我觉得我很冤 我 我感觉你 感觉你在爱自己 而不是爱我 我也是个人 我也需要爱 那为什么 你要我放弃我的梦想 去支持你的梦想 而你不愿意 放弃你的梦想 去支持我的梦想呢 我特别后悔遇到你 OK 好了 不要再说了 请两人委屈 呃 两个人都说完了 想要对对方说的话 啊 到底这段感情 该何去何从呢 请二位理想 认真思考一下 该走向何方 有请 好 在这里呢 也都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 两位嘉宾 在现场所作的选择 并不代表他们的最终选择 因为人生呢 总是充满变数的 明天如何 谁知道呢 那如果你有相同的烦恼 或者是有其他的烦恼的话 也可以通过我们唯一的官方二线 02061292468 联系我们 或者是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是报名参与节目的 我们在等你 好了 爱情红绿灯 红灯亭 绿灯行 究竟他们会如何选择呢 请选择 3 2 1 明明露灯 想眼变成功 很遗憾 最后小鱼 最后小鱼 选择了呢 是禁止了 暂停见 他想要好好思考一下 或者呢 是阿孙容 他的决心 未能够打动到小鱼的疑慮 人生呢 总是充满遗憾 但是呢 明天总是充满希望的 是不是 孙容 那希望你在追逐爱情的脚步的同时呢 亦都坚守你的理想 加油 好吗 希望一天呢 可以在这个小鱼幕和大鱼幕 都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那接下来呢 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爱情冷知识 红男陆女送给大家 六女啊 你信不信一见钟情呢 一见钟情 为什么不信呢 真的吗 我还以为你又准备要批判我 你先猜一下 陌生人形成对你的第一印象 最快要多少秒 五秒钟啊 五秒 五秒 都睡了 其实只需要零点一秒 零点一秒 那我连他生什么样都没看清 不要小看我们的脑 他零点一秒 就可以判断出一个人的样子 有没有吸引力 相处二十秒之内 就会知道自己 会不会喜欢这个人 其实爱情是一种本能来的 研究人员发现 在双亲场合之下 很多人在初至见面的几秒钟之内 就会作出 是不是和对方继续交往的决定 一些人 甚至只需要三秒而已 而且 进化心理学的研究都发现 男人呢 是比女人更加容易一见钟情的 他们特别容易被一些鲜明的特征打动 比如说 水汪汪的大眼睛 渴得爆的身材等等 不说了 我要出门口了 说不定今天哪个美女 就会和我一见钟情的 我怕是一见成仇 anyway 祝你好运 就这样 拜拜 拜拜 不介意 不能接受 我感觉男生的心理年龄都比较小 不介意 不介意 我喜欢 姐弟恋没关系 最早可以接受小子一段时间 帅的话 都可以 可以啊 能接受冥想都很最难 只要保养的好 男朋友在用